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中师范大学刘星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大秦崛起上部第八集秦境为政 关于郑国的原因 是郑国的郑文公在公自崇尔流亡的时候 他对崇尔不加以礼律 但是郑文公的一个弟弟是非常有远见 他的名字叫做苏瞻 这个苏瞻就对他哥说了 你看看这个公自崇尔 那是一个奇才智慧超人 这是一点和众人不同 第二个不同 崇尔在外流亡的过程中 这么长的时间 老天爷就不让他经过有一天的安静 就让他们杀去杀来 不安静 要让这个国家等待一个民族来治理 这就说明老天爷在跟他开设一条道路 让他去治理这个国家 别人就治不好 非得等公自崇尔不可 这是第二 第三你看看 一个公子手下 如果有智慧能力 在一般人之上的有那么三五个 那了不起 你看崇尔手下有多少个 五个不止 跟着他就十几个 将近二十个 差不多大家都可以做国下 这样的人哪找 有这三条特殊的地方 所以崇尔这人不简单 要是将来回到他的国家掌权即位 要对那些对他无理的诸侯实行报复 那可就是天大的灾难了 苏丹跟他哥说 这个非得用浓重的礼节来招待 他哥就是不听 左传写到这儿就算了 但是国语里面不这样写 国语里面说 苏丹还有一句话 说你要是一定对他不加以礼遇的话 那我就建议干脆杀了他们 有这要建议 所以那个公子崇尔就记得这后边一句话 前面说了怎么好怎么好 那都无所谓 唯独说要建议杀了他 这话咱们得搞清楚了 所以崇尔带着军队打这个郑国的时候 跟郑国定了两条罪名 第一条 无礼于尽 就是 敬公子崇尔流亡的事 郑国对他无礼 不加以礼遇 第二条 是且二语除也 就是在陈铺之战的时候 郑国人居然把自己的军队 交个楚国人指挥 和靖国人打仗 楚国是南蛮 你是激辛国 为什么把军队交个南蛮 来打自己的兄弟 所以这是二语除 有恶心 投靠楚人 依附楚人 这是第二大罪状 这两条罪状 首先要的是 要苏专的尸体 这个苏专说 要就要吧 他哥就坚决不给 这人不能交出去 不能交出去 人家就要攻打你的臣 要屠臣 所以苏专就说了 我这样一个人 能够救一个国家 哥你就舍了吧 咋去吧 国语里面写得很有意思 出来之后啊 说靖文公 阻了一大国开水 准备把苏专给阻掉 苏专就说了 我请求 有两句话 说完了再主 行吗 靖文公 说可以 陈词 苏专就说了 能够看到 公子 从尔和他的一行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建议我的国军 加以领域 这就是我的聪明 不加以领域 杀掉 也是我的聪明 到现在 要把我杀掉 就一个国家 这是我的勇敢 我有了智慧 有了勇敢 我还缺什么呀 最后他扶着了 一个顶的儿子 教导 天下有座忠臣的 你们就看着我 苏专 一个样 忠臣到这个地步 一个样 有一个版本 就是国语里边 说 靖文公被感动了 把你的罪赦免了 然后呢 苏专就做了 靖国的将军 这当然是 什么怀着好意啊 去给他 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另一种说法呢 就是苏专自杀了 郑国人 把他的尸体 送出来了 这样报复还不够 靖文公说 我还非得要看看 那个国君 我要他 他弟弟 他不在乎了 要国君 那郑国人就想 这很糟糕 怎么能行啊 把我们国君拿去 杀掉 做俘虏 羞辱一番 这都不行 于是呢 大家一着急 说有没有人 能够解决 这个大难题呢 能够破解呢 晋文公坐上 国君之位后 开始报复那些 曾经欺负过他的国家 郑国首当其冲 于是 晋国联合秦国 一起攻打郑国 秦晋大军兵临城下 要取郑国国君姓名 郑国上下乱成一团 谁有退兵良策呢 有一位大夫 叫义之胡 义之胡 中间加个支 补足英杰 就叫做义胡 这义胡出来说 我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叫祖我 补足一个支子 叫祖之我 我推荐祖之我 这个人有能力 让秦国军队退走 大家都知道 祖之五是个男人 但是呢 缺乏了一些啊 那种扭曲拍马 那个巴尔狗的本事 所以呢 一辈子不得重用 现在国难当头 大家都想起了他 于是 郑国国君就招来祖之武 请祖之五出马 去解决郑国最大的难题 就郑国一马 祖之五一肚子气呀 不能不傻 说得很委婉 臣之状也 犹不如人 今老以 无论为也已 说我年期逆状的时候 年富力强的时候 我就不如别人 所谓不如人 这个话说得很委婉 是说你的能力不如人呢 还是受到国君的宠信不如人呢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但是话很明白 就是没受到重用 现在衰老了 没什么本事施展了 郑文公一听啊 就明白这是有怨气 马上就道歉 说我不能及早地重用你 这是寡人的过错 向你赔你 这个话说了以后 让祖之五心里平和 你还要还不去 甩架子怎么办 那我也得告诉他 说第二句话 说然郑王子一又不利言 但是如果郑国被消灭了 你有啥好处呢 所以这个祖之五还不得不去 腰里几个绳子 乘着夜幕 从城墙上慢慢放下去 见到了秦木公 然后展开了他的本事 祖之五对秦木公怎么说呢 下面有几层意思 第一要说明 我此行的目的啊 不是为了我郑国 我是为了秦国而来的 说你们两个强国 包围了我一个郑国 我们郑国都知道 早晚是个灭亡 如果消灭了我们郑国 对你秦国有利的话 我就不敢到这里来 麻烦你手下人 麻烦阁下了 所以我此行的目的 您要知道 就是为您而来 为秦国而来 下面的话 您该听得下去 下面第二层就要说了 从地的环境上来看 你想想 秦国在黄河以西 你要占领正国 要在这里分一杯根 你就得跨越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是晋国 秦国这么多年来 没有与中原诸侯交往 为什么 因为横跟在秦国面前的 它不是一条黄河 而是一个强大的晋国 你想跨越这个强大的晋国 来统治我 这个遥远的地方的政国 您知道 那是很困难的 会说话的人啊 他绝不说 我告诉你 那是很困难的 这样说 对方不能接受 跨越国家 将遥远的地方 作为边界 您知道困难 对方能够接受 这是第二层 第三次就说了 消灭了正国 只能够增加 邻国的利益 哪个邻国 晋国 邻之后 君之宝 邻的邻国得到很多好处 而邻得到的好处 少之又少 大家为什么来打仗 不是为利而来吗 你得到利太少 你就跟人家帮忙 这何必呢 这是第三层 第四层 说你如果放我们正国一马 把我们正国 作为你秦国的朋友 作为你秦国 东边路上的主人 你的使者来来往往 在这里 有吃有住 得到 给养 公益 这个对你来说 至少是没有坏处 当然有很多好处 上面都讲一个利 一个害 再下面要进入第五层了 您秦国曾经 可敬过莫大的支持 但是秦国的国军 讲信义吗 秦国的国军 在您那谈了条件 说您支持他 回国做了国军 他将把交瞎二军 据说是八个城 要化归革秦国 这个说的是 秦惠宫 秦惠宫不讲信用 然后派一个 这个匹政妇 过去道个歉 说这个土地 我原来答应了 不能算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臣们都反对 我说不过他们 他们说这土地 不是我个人 可以送的 这个对不起了 不好意思 就这样就完了 所以你看看 秦国的国军 讲信义吗 这当然是一种嫁劫 就把秦惠宫的事 公子义宫做的事 嫁劫在公子重儿 也就是秦文公的身上 总而言之 他们都是秦国的国军 说到这还要讲 不是说我告诉你 而是说 您本来就知道 您太清楚这事了 你是当事人 最清楚了 秦国人是不讲信义的 最后第六层 要讲个什么意思呢 现在的秦国 占领了秦国 作为自己边界了 扩大了领土 那么东边的边界扩大了 就要扩大西边的疆界 要扩大西边的疆界 如果不侵犯秦国的利益 不夺取秦国的领土 到哪里去 取得这些领土啊 所以说 今天灭的是郑国 明天 威胁的 就是秦国 这里当然有不可信的地方 秦国人 如果灭了郑国 他可以向南方 向北方 继续 向东方发展 为什么 东边的边界扩大了 就一定要扩大西边的边界呢 这个是竹子武 他要 说出这个话来 秦末公 提出一种威胁 但是秦末公不是个傻子 人家座位这么长的时间了 所以听你一个竹子武啊 说话呀 那登城的人说会道 口若鲜河 明明是为自己来 说是为我来的 后来说 消灭了郑国 那就等于消灭了秦国 你看 这多会说话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的 就是要灭掉郑国 绝对不能和人合作 和秦国一起来 因为他们得到好处 多我得到就少 几乎是平半分 咱们得到的好处 也太少了 利益太少 所以呢 我要独自得到这个正果 那就太好了 他一边听竹子武的话 一边打自己的小算盘 然后说 竹子武先生 你这话说得很好啊 我接受 那么我准备撤兵 听了你的话 我又决定撤兵 但我撤兵 静国人不一定撤兵哦 怎么办 我派三位将军 驻守你郑国 长期驻守 把你这儿 作为我秦国的一个基地 驻守在这儿 有谁侵犯你 我的将军们会带兵 和他打仗 替你守着 其实他派下的 三个将军在这儿 是替郑国守吗 他是替秦国守 那么这三位将军 他们名字叫做 齐子 彭孙 杨孙 让他们束手郑国 然后秦国 秦国 带着自己队伍走了 这一走啊 那个子范 也就是说 金文公的舅舅 总是最起开口的 说这个秦国公 他居然不打招呼 不就跑了 我们后边追 打他 金文公说不打 这个不能打 没有这个人的力量 没有他的帮助 哪有我们的今天呢 我们依靠人家的力量 有了今天 现在又去危害他 去打他 这个不人道 再说我们本来是统一的 步调一致的 造成混乱 这个不叫做懂得武 什么叫做武 指歌为武 武装的武 把上面一横 拿到这个做一撇的话 就是个歌 能够制止歌 制止战争 那才叫做懂得武道 所以我们还是回去吧 就这样回去了 靖国人 还不是说国君 对这个秦国有什么成见 比如说 金文公做霸主 心里或多或少 他在感激秦穆公的 在任何时候 都会感激秦穆公的帮助的 但是靖国那批大臣 可不好惹 子范呢 照催了 先整了 这一个个太厉害 有时候就是 劝说国君 或者架空国君 咱们要怎么干 他们是很早 就看到秦国的 潜在的威胁 所以处处 做不利于秦国这事情 大多数是靖国的那些大臣们 他们干的 三年过去了 守在郑国的三位将军 其子彭书阳孙 派人 回到秦国 向秦穆公报告说 郑国人很信用我们 让我们掌管了首都北门的钥匙 如果秦国派军队暗中 过来偷袭 就可以得到郑国 这个消息一来 秦穆公等了三年 眼巴巴的等了三年 就等这消息 消息一来 立令之昏 秦穆公犯的错误不多 但是一犯错误 就犯的很严重 这一次 就是得到郑国地盘 这个想法太要命了 一听到这个消息 马上就准备好 要出民 出民之前 还是去咨询了老臣简叔 但是简叔 和他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 简叔说了 这话说的是委婉的 说让军队疲劳 偷袭远方的主人 行军千里 有谁不知道 那么远方的主人 有了防备 这样的事情 恐怕是不行 无来不可乎 说得委婉 恐怕不行吧 实际上内在的是 绝对不行 因为我这么大一把年纪 没见过 这能成功 是不能成功的 但是秦穆公 我们说了 他现在是立令之昏 连他最佩服的 这个简叔的话 他也听不进去了 他派了三位将军 这三位将军 他们是 孟明氏西齐书 白衣炳 三位将军 带着秦国的几千人 从东门外出兵 当然是身世浩大 大家觉信心满满 但是呢 简叔就哭了 哭着说 蒙啊 就是孟明氏啊 说无见师之处 不见其入也 我看见你们出去 看不到你们回来了 这话是双关语 你可以理解为 我老头子还在 这次军队啊 就在外边被人消灭了 看不到你们回来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次军队凯旋 班师之日 老头子已经死了 双关语 但是秦穆公听出来了 这多不吉利啊 所以派个人 去责骂简叔 这话骂得 虽然说起来 好像很委婉 比现在人骂得好听一点 但是对这个老臣 是极不礼貌的 说你等什么 你等什么 你可不是一般的长寿哦 要是一般的长寿 你坟上的术 就两手相报了 但是你现在呢 还没有树 还没有坟墓 你还没有死 换句话说 你就你脑不死啊 但是说出来呢 总比说骂个脑不死 稍微好听点 这个军队就这样出发了 这当然不吉利 这个军队向东出发 落过周王朝的 那个王城的北门的时候 秦国军的人 军人都是懂礼貌的 因为落过天子的城门 城外 都必须解除武装 下车不行 车上留一个 驾车的 其他的下来 他们确实下来了 跳下来之后 走了一下 意思意思向周王致敬 然后呢 又跳上车 好了 这叫做知力不守力 懂得这个礼貌 不肯遵守 有一个政治家 当时很年轻 还没成人 他叫王孙满 十多岁 看到这次军队之后啊 骄兵笔败 这个骄傲的军队 不懂得礼貌 进入战争的险地 他们又不会计谋 不能谋划 这个军队能够不败吗 肯定是败 秦国真的能够攻下郑国吗 当他们途经华国时 这支士气高昂的军队 居然因为一个人的几句话 就调转回头了 这个人是谁 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在华国这地方 就遇到了郑国的一个商人 他叫玄高 这个商人一看 群过军队啊 这向东方奔哪去啊 群兵我们郑国了 马上明白了 于是就派人 扛着四张熟牛皮 先跑进去送礼 然后赶着十二头牛 跟在后边 因为牛走得慢 所以这个玄高呢 他就是一个牛贩子 犯牛的 一个犯牛的国家命运 这么关心 是为什么 是因为郑国在从陕西 从华县 迁渡到河南兴政的时候 他没有别人支持 人民物力 都在靠本国的商人 所以政府和商人们有个约定 你们出钱出 出力 咱们呢 今后国家 优先保护商人利益 所以这个国家在不在 对商人来说很重要 因此 玄高 主动的迎上去 去犒劳秦国的军队 说下那么一番 让人一听就明白 说起来又很委婉的话 说我 听说几位先生 要带着军队 从我们破壁的国都上经过 不过我们郑国的国都 确实不太富裕 所以呢 你们来了 如果说贵军一到就行动 那么我们郑国就为贵军 站岗放哨 一个夜晚 如果贵军要驻扎下来 那么我们郑国就给贵军 提供一天的粮草 这个意思 悬外之音 就是说你一到就行动吧 你现在非常疲劳 咱们郑国军队 可是以一代劳 一起战备 如果你要驻扎下来 长期围困 咱们郑国 那告诉你 更没戏 因为你们的粮草 后勤跟不上 我们真的会给你一天的粮草啊 做梦吧 所以这是暗示对方 你们一到就行动也不行 驻扎下来也不行 总而言之 你们的一切行为 我们都知道了 早有准备 但另一方面 这个商人就派使者 赶快通过驿站 送信回去 找做准备 因为郑国还真的不知道 莫名是 稀奇术白衣饼 经意商量 我们 本来就是浅势一来 但是消息一走漏 我们整个军事行动 就已经失败了 还没打 失败了 打到回府吧 但就这么回去啊 这军人会议论 都干什么来了 跑到这儿 你跑回去 吃饱了 真的 那么军人 这样议论起来 就会造成 这个一种舆论的潮流 弄得不好呢 会发生兵变 所以啊 咱们来干着事 这不 旁边有个国家 这国家叫华国 华东的华 就是现在 荷兰的华县 把它给灭了 华国是个激姓国 和秦国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就是秦国军队 未来让自己的军人们都知道 我们来说了一件事了 所以就灭华而还 但是秦国人万万没想到 回去的时候 经过小山 这里早有人埋伏在那里 什么人 进国 进国军队 进国的靖文公去世了 靖文公的儿子 靖湘公 刚刚即位 权力还没掌握得很牢 还没运用得很熟练 在这个时候呢 先诊 提出来 男争执不同意 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的国军去世了吗 我们国军是蒙受人家的大根大德 把我们送回来掌权即位的 国军死了 咱们就没有报恩的义务了 宣传回答是这样的 他说国军死与不死 都和这没关系 因为一日不出这个强敌 那就是我们经过后世子孙的忧患 我为国军的子孙后代考虑 是忠于国军吧 先诊 质敌有身 他是一个强硬派 坚持要打 那就得打 我们说靖文公去世了 活着他也没有想到 在这里舍埋伏 去打秦国军队 这老朋友是恩人 那靖湘公也不可能 但是靖国那班大臣们 他们早就有一种 酝酿着一种秦国威胁了 所以非得把它消灭在摇乱之中才行 于是 宣传就借助于靖文公出殡的机会 歪着小花招 因为这个灵鹫 从匠城里运出来 运到渠卧去 来葬 运出来了时刻 官材灵鹫上面的绳子 这样一扭动 就发成一种叫声 这个响声就像扭叫一样 于是资深的 葡事专家 叫做蒲燕 就让大夫们统统跪下 我们的国军 发布命令 将有西方的军队 从我们国土上经过 攻打他 一定会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 借靖文公 以死去的靖文公的口 发布制造命令 坚定人们 必胜得信念 坚定人们 必须要打仗的决心 这一招玩得很好啊 然后 就让国军进相公 把那个白色的校服 伤服换掉 穿黑色的 所有人都把白色衣服 白色的校服伤服 换掉 换成黑色的 这样目标小 秦国毫无准备 而靖国人呢 利用地形 在这里设下了 天罗地网 秦国人全军覆没 秦国究竟败在什么地方 秦母公败在什么地方 一是呢 他本身有问题 两大问题 贪 贪得利令之婚 第二 不听老人言 就是 简直的话 没听进去 还派人去骂他 那么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善良 没有把 靖国的那种 轨迹 做充分的考虑 所以失败在里面 有一位叫 烽火聊天 悲歌记的网友提问 秦东晋的路 被晋牢牢扼住 那么 是不是说 当年秦母公 辅助晋文公 是错误的呢 秦母公最后 到底有没有 称霸中原 秦国东晋的道路 被晋国所堵住了 那么是不是说 秦母公前面 支持崇尔回国 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 是不是这样 我们说 晋文公 这人为人善良 想诚信 就该帮助 帮助了崇尔 也帮助了周王朝 这是一方好心啊 因此说 帮助崇尔 他没有错误 那么秦母公的错误在哪里呢 就是偷袭郑国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而且呢 这个叫做 不听到人言 吃亏就在眼前 对线呢 吃到大亏 秦母公有没有 称霸中原呢 这一次战争 遏制他秦国 涉足中原的 一个梦想 中原太厉害了 争霸太纪念了 这个叫做 东方不亮 西方亮 秦母公做了西荣霸主 他没有做成中原霸主 做了西荣霸主 这对这个华夏 开疆陀土 向西边开疆陀土 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而秦母公 就是一个真正的 地地道道的西北王 秦军大败 全军覆没 秦国的三位将军 不仅成为战俘 还面临着杀头的危险 晋国国君计划 要用他们的血来祭祀 那么 是谁在关键时刻 救下了这三位将军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母公的女儿 文银 梁家的姓是银 丈夫的嗜好是文 就叫文银 文银就找到新任的国君 他要救三位将军回去 所以文银的说法是 就是这三个家伙 跳起跳来 调起了两国矛盾 量持了这次战争 他们在晋国要受死 到秦国也要接受私心 走到了 他们都死定了 但是如果他回到秦国 让我父亲亲手杀了他们 这样可能会缓和 有这一次战争 带来的情境之间的矛盾 所以要救他 先骂他 把他的责任 说得无可推陷 这样他走到哪儿 都是死 然后进湘公就知道 那何必我杀呢 让他回去 接受死刑不挺好吗 于是 进湘公把他放了 最关心这三个孤独的人 是这一次战争的指挥的 统帅 先整 先整第二天来朝拜国军 第一件事 请过了夫鲁哪儿去了 因为他已经耳闻 夫鲁被放了 夫鲁哪儿去了 这个进湘公说 夫人请求施放 我就放了 哎呀 这个先整啊 气得要命 气得不顾理智啊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将军们 士兵们 在战场上 拼死拼活 抓到三个妇虏 一个妇道人家 在国度里 就这么一下子 把他给放了 这是毁灭战斗的 胜利成果 滋长敌人的气焉 咱们的晋国灭亡 指日可待了 说完就完了吧 他不顾而拓 我呸 故事向左右看 向后看 他头都没有摆动一下 也就是说 他对着国军 吞了口水 说呸 呸的是国军 这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他将为此付出代价 尽管进湘公 原谅了他 认为他在气头上 一片忠心 不必计较 但是仙政不能原谅自己 在不久之后的 一次小的战争 在这次战争 接近尾声的时候 仙政脱掉了自己的盔甲 然后单枪匹马 冲向敌人 他去送死 他去逃死 就是要为他的 对国军的无礼 付出代价 这位战无不胜的将军 就这样 为他的失礼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靖湘公被奸证一番话 说得如大梦初醒 马上请自己的老师 杨之父去追 杨之父快马加兵 加着车 追到黄河边上 一看三位将军上船了 说三位将军留步 我奉主公的命令 给你们送马来了 这三位将军一看 这还谁不知道 把我们骗上去 再抓回去 孟明是非常礼貌 起手 说起手呢 是无体投地 投在 那不是地上 在船板上 略坐停的 然后说 沉蒙贵国国君的 大恩大德 不让我们在晋国 被杀了以后 用来祭中祭谷 而让我们回到秦国 去接受惩罚 回去之后 可能受死 也可能让我们活着 如果我们回去 被杀了头 我们将死且不朽 也就是说 我们死了 也不忘拜军之耻 如果让我们活着 三年之后 我们会回来 报答贵国国君的恩赐 那么 这三位将军 他们回去之后 是被杀掉了 还是让他们活下来了 请关注下节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